一手拿著復古燈籠 一手拿著十元的開運紅包 讓身心障礙大小朋友們 以及伊甸的工作人員都高興的嗨翻天 元宵節快到了基東市議員張秉均 特地到位在信義區 由基東市政府社會處委託伊甸基金會 經營管理的基東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送元宵燈籠給身心障礙大小朋友們 陪大家動動腦動動手一起組裝燈籠 另外更加送十元開運紅包 希望讓身心障礙大小朋友們 能夠過一個快樂的元宵節 也希望拋磚引玉 讓社會各界更關注身心障礙大小朋友們的需求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我們燈籠 還有我們的十塊錢的紅包 來贈送給我們伊甸基金會 這一些所有的大小朋友們 也祝福大家兔年 其實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 然後也都可以過個快樂的一年 尤其我們伊甸其實它是很需要我們社會來去關心 然後也需要很多的資源來去關注 來去照顧這些需要幫忙的這些大小朋友們 所以這也是一個拋磚引玉 同時也是希望更多的社會大眾 可以一起來關心我們伊甸基金會所有的住戶跟大小朋友們 基隆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主任 也特別感謝張秉均議員 在元宵節前夕 帶來滿滿的愛和關懷 謝謝秉均議員在這特別的佳節 農曆春節之後特別的到訪我們中心 讓我們大朋友小朋友都感受到議員對我們的關心 謝謝也祝議員元宵節快樂 伊甸工作人員也特地關上室內燈 讓身心障礙大小朋友們 感受在黑暗中提燈籠的樂趣 也提前感受元宵節的氣氛 玉兔一川入元宵節快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樓